加油 加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大附中大学城 校区的梁兮怡 我有一个偶像 叫赵云磊 她是一个羽毛球运动员 她的那种跌倒了也不亏心 仍然努力爬起来的精神 深深地激励了我 自从我知道 世界羽毛球巡回赛总决赛 在广州举行的时候 我非常的高兴 虽然她已经退役了 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见到她 我问妈妈 要是我考到广州的学校 你会让我去看吗 她那个时候很敷衍地说 等你考到再说吧 现在我虽然做到了 但是这次考试我退步了许多名 所以我也一直没有敢 跟妈妈再提起这件事 后来我仔细想想 其实现在的我 就像当年的赵云磊一样 她处于低谷都能爬起来 再创辉煌 让我明白了 处于低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到底能不能爬起来 这些都是偶像带给我的力量 所以今天我想跟妈妈讲 妈妈我向你保证 下次月考一定会考一个好成绩 所以这次你就让我去看一下总结赛好吗 回来之后我一定更加努力地学习 妈妈你要相信偶像的力量 她可以为了偶像考上广大副中 也一定可以为了偶像考考下次月考 因为那么多中国的运动员里面 那么多的帅哥靓女 为啥你就喜欢赵云磊呢 那我就是喜欢她呀 帅哥不好吧 现在是看内在的 不看外表的 怎么知道帅哥的内在就不行呢 如果给你去看的话 你能学到什么精神出来呢 永不放弃的运动精神 还有呢 敢于拼搏 还有呢 打了一轮漂亮的公变 妈妈这样我问你压力很大哦 没有了 刚才才说我敷衍你 现在是你敷衍我吧 你认为你老妈对你的层次很注重吗 哦 我看起来是 你读了那么多年书 你老妈只是在你出生 预模考杂了之后 才给你那个压力 通常我都希望你只是健康快乐 因为你一出生 你就比别人体质差很多 所以在成绩上 我是没有什么要求 只是出生一模 你真的考杂了 肯定会考不到满洲的学校 所以在最后一个月 我才给你压力 但是原来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在你心目中 你老妈原来是这样给你压力的 妈妈有没有委屈了 妈妈的眼泪流下来了 我没有逼过你成绩 但是 是不是对我有点误会 嗯 对啊 你老妈只是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成长 成绩一直不是你老妈放在主要的位置 只要你健康开心你老妈就可以了 还有如果你去的话 能把你的老爸老妈带上吗 啊 可以啊 可以那就为问题了 希望你真的把那个精神用到学习上 好吧 好 好 妈妈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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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